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膜与切脱 这类问题就是传说中的形成考虑 好 形成屏幕到底有多少类 很多同学哼 想到就绝望 这节课解带来了一个系统分类 其中你总会发现有些类比 类别简单的不值一期 但是有些类别呢 相对来说你掌握的还不够稳固 一起来看看咱们对形成体的分类与总绘 一 不识形成真面目 只因知识不系统 这句话同学们可能都快听疯了 是吧 形成专题书里讲解 形成专题的综合性题目悬架 一起来分一下块 形成专题到底有多少类呢 很神奇 我按两大类来分 第一类套路问题 第二类模式问题 套路问题说的就是 知道这一个套路 这类题目都可以由一种方法 去凑 去试 去解决 它会出的问题很像 是吧 我知道有方法 这一类题我全会做 想错都难 这类题方法显得特别重要 有什么呢 猎狗追兔问题 其实就是个换算 最小公倍数的问题 先把它换算统一成狗部 或者是兔部 再求一下最小公倍数 最终进行简单的对比 多做几道 熟了就好办了 第二类火车过桥问题 这个四年你就开始接触 是吧 分为四小类 火车过杆 火车过人 火车过桥 以及火车过火车 最常见的还是 火车过人的问题 火车和人相遇 追击 两种不同的情况 该如何计算 这种几种小类题目 都做完一遍以后 你会发现 再次看见 也会见怪不怪了 第三类 多次相遇的问题 在一条线的两尊 是吧 两人迎面相见 哈喽哈喽 打了一次招呼以后 都走过去了 突然觉得 刚才好像 没过意 于是继续拐回来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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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个2008次之类的 次数非常之多 但是只要你用上 虽摄下的多次相遇表 一图一表就可以解决 一表就是我说的多次相遇表 一图呢 就是传说中的 刘卡图来回相遇 只不过刘卡图画起来 更花时间一点 但是看起来 更一目了然一些 间隔发车问题 也就是咱们传说中的 公车超人问题 是吧 这是我起的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在路上走 我隔几分钟 看见营养开过以来 一辆250路公交车 又隔了每隔多少分钟呢 我从背后超过我 一辆250路公交车 然后最后试问 250路公交车的 发车间隔是多少 凡是那样的题 咱们在以前的专题中 交总结果 对吧 那样的专题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最好办 五年级的长期班 咱们说过 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起来 硬解决一个准 特别的爽 也是摄帅 极力给大家推荐的好方法 扶梯问题 就是一类 逆水行船 适水行船 对吧 只不过换的不再合理 换在扶梯上 顺梯者 唱 硬梯者 王 你还顺着练习走 类似你 所以呢 这类小题 也是做完以后 就有套路 用的也是咱们的 二元一次方程组 设梯长 为X提 梯速为 Y提 每秒 或者每分 或者多少 是吧 二元一次 快速解决 中表行程 哎呀 我以为这个 五年级寒加班 咱们可是没少花工夫 整整两节课的时间 同学们都 直觅于中表 到底是分针快 还是针快 谁快 快多少 那个一般 中表问题的答案 分都是11 还记得吗 什么16 有11分之4 在这有11分之8 以及很多很多 类似的 为什么答案 分5是11呢 你这课细讲过 因为 命运就藏在 分针和时针的 速度差当中 是吧 当然除了最简单 普通的 一般的时钟问题 还有二般的时钟问题 二般的时钟问题 答案分5都是13 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那是二者的速度之和 对吧 速度之和 什么时候会用到 而且除了一般 和二般的 中辆行程 咱们还碰到过 破钟 烂钟 火星钟 破钟 是时间 调的不准 比正常时间 稍微慢那么几分钟 但是它一直就慢 这几分钟 烂钟呢 烂钟是属于 屡教不改型的 它每个小时 都比正常时间 要慢一分 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你调准了 也没用 第三种 火星钟 是这个钟表盘上 没有12个大格 60个小格 而是比如说 来个三格 八格 二百五格 是吧 那这样的题目 依靠你用 角度 几何的方法 去内比分析它 来得更快 接送问题 也是一类很简单的 一辆破车 两个班的同学 最基本的 接送问题的模型 是在五年级讲过 同学们只要会做 就简单 这七大类问题 相对来说 是形成里面的套路题目 也是最好解决的 一种方法 应对一类题目 但是来看看 相对来说 不太好解决的 另类的问题 这类问题是什么呢 画图三技巧 看图三技巧 结合 一般如题 一般看图 题目相对比较长 过程比较多 或者复杂 也是同学们 最为头痛的一类问题 咱们六年级复习的时候 具体以这样的问题为主 环形形成 环跑道上的 相遇追击变速变道 变速问题 速度增加 缩减 对吧 速度增加 毫无疑问 那是喝了红牛 导致的速度降低了呢 喝了红牛已经过时了 那是前几年的说法 最近几年 尤其是一二年 新进的说法 是喝了加多宝 OK 变速问题 如果速度降低了 又降低了多少 增高了又增高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找 过程中的不变量 多人形成 两两相遇 两两追击 把它分割成 若干到两人 追击相遇问题 就可以了 变道的问题呢 也很简单 做过这种套路问题 你就知道 一环一环的往下去试 慢慢来 总能凑出来 走走 停停 走走 停停 这类问题 也是一样的 去找时间点 去找周期 一点一点推算 推出来的 多几点形成 和多过程形成 说起来 类型就比较多 相对来说 也是杯赛考试中 常常出现的 压轴体类型 多几点形成 说的是 走到这儿 走到那儿 走到那儿 会发生 如何如何的情况 多过程形成 是这次我怎么走 下次我晚出发一会儿 怎么样 下次我喝了 加多宝 又怎么样 给你好几个过程 并行类比 解决起来的方法 技巧性也比较强 需要同学们的 日积月累 在下灵活分析 最后 最后 游离于套路 和这种技巧性问题 之间 还有一类结合的 流水行传问题 这类问题 既要用到 最基本的 流水行传的公式 或者说 推势流水图 又要用到 相对来说 分析一点 用力一点的 还是用技巧一点的 这个技巧性的 套路解法 所以说 流水行传 也是一个小专题 当然 前面你都明白了之后 流水行传的 技巧 两句话 就会概括 也不难 好了 一起来看看 咱们的中口性 题目 选讲吧 稍事休息 咱们来看看 另一 应该用什么解法 来做 它又是 哪类的题目呢 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 另一 另一 说小明从家到学校的时候 前一半的路程是不行的 后一半路程是在乘车的 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乘车的 后三分之二的路程是在不行的 结果 去学校的时间 比回家所用的时间还要多两个小时 以致小明步行 每小时行五千里 乘车 每小时行十五千里 那么小明从家到学校 路程是几千米呢 第一种方式比第二种方式 还要多用了两个小时 那咱们来看看 这道题 给了时间 给了路程 那 给了很多的数据 但是却没有一个至关重教的 连接点 是谁呢 是速度 速度很重要 从来没提过 咱们能不能算一算呢 你看 他只告诉你们 这个小明不行的速度 还告诉你呢 小明乘车的速度 那有什么速度 是贯穿全程 始终不变的呢 要知道 走一段 做一段 这个速度 它是不同的 也是咱们最头疼的 如果能把它换算成 从始至终 不变的一种速度 那以不变 应万变 应该是咱们的首选方法 这里 不变量 就应该是它的 平均速度 对吧 咱们幻想一下 另一种情况 这个平均速度 应该走了 应该是几呢 咱们来看看 前一半路程 后一半路程 咱们把全程分为两份 第一半路程 是一份 这一半路程上 我用的速度 我用的时间是多少呢 我用的时间是 一除以 这段路程 步行的速度 一除以五 是第一段路程上 所用的时间 对吧 再加上第二段路程上 第二段路 依然是一份 我用的时间是多少呢 一除以十五 这两时间一加 就是用的总时间 路上用的总时间 走了两份的路 那路上的平均速度 应该是 二除以五分之一 加上十五分之一的和 这两一加 是十五分之四 是吧 二除以十五分之四 也就是乘以四分之十五 等于二分之十五 天明 没事 好 立刻搞定 那么继续 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乘车 后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在步行 这个平均速度 又该如何计算呢 这回 好一个好在 他把时间 已经告诉你了 前三分之一内的时间 前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都是在进行乘车 我都可以按速度 乘车速度计算 所以前面 直接就用上 三分之一乘以我的乘车速度 是十五 再加上 后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步行 后面三分之二 乘以我的步行速度 是五 注意 这个地方和上面的算式 截然不同 为什么呢 一半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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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分之一时间 后三分之二时间 它们算平均速度的方法 是恰恰不同的 因为咱们知道 最简单的平均速度 比如说 我全程的一半路程 坐车 一半路程走路 和我全程的一半时间 坐车 一半时间在走路 谁能够用平均速度 我乘车加路程 出于二 还算呢 第一部分的速度 加第二部分的速度 直接出于二 谁的平均速度 就是它的速度平均速度 应该说是时间相同的情况 所以在这儿告诉你的时间的分量 直接可以用时间的分量 乘以各自的速度 算起来这个平均速度 就是最终的平均总速度 你看 第一数是五 第二数是三分之十 最答案是三分之二速度 千米 没十 我要能把二者的平均速度算出来 那这条路就太省心了 来 看看咱们的过程 这条题的精巧之处 就在于平均速度 这个概念非常的灵活 这个时候非常的好用 来 一起观察 确实平均速度 二分之十五 千米没十 回来的平均速度呢 是三分之二十五 千米没十 所以 来回的速度之比 就是二分之十五 比三分之二十五 而来回的时间呢 就是它的反比 三分之二十五 比二分之十五 最后 两段都扩大六倍 把这个分目一约分 变成了五十 比四十五 也就是十比九 十比九 说 这个确实时间比 比回来的时候 多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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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了几分钟呢 多一份 等于 多用了 两个小时 那立刻我就知道 换算成二十比十八 你看 它比它多了两个小时 对吧 说明这段 二十小时 这段 十八小时 来 一起读一读 所以S 当于 去的时候 它的时间 二十小时 穿起去的时候 平均速度 二分之十五 比成 答案等于 一百五十千米 OK 小题一道 关键是平均速度 同学们 有没有掌握 最后 咱们再来看看 这段题 其实设置的 有一点点不合理 类似这样的题目 杯赛里面出过很多次 每次我都会 着意看看答案 看看初级老师的水平 究竟如何 这段题 明显初级老师 可能就忽略了一个细节 就在这 这段题的问题 问的是 从小明家到学校的路程 这个路程应该是多远呢 你刚到学校 你知道大概几公里吗 三四公里 一两公里 最多十公里 八公里 应该远到头了吧 这题的答案是 一百 整整一百 五十千米 一百五十千米 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北京市区 到天津市区 也在一百出头 不到一百五十千米 说明 小明从家到学校 要跨越市和市之间 最恐怖的是 小明从家到学校的方式 才与众不同 你说一百五 坐火车也成 坐长风汽车也成 这位小明真猛 他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 去的时候 他总共能花上 二十个小时 连坐车带走路 二十个小时 才进行了一百五十千米 说明 坐着车也不怎么样 走的也半死不活的 最后 到了一百五十公里之外 上学读书 要是天天如此 你想想看 才能花多少时间呢 一线二十个小时去 十八个小时回 说明 还有负十四个小时 用于读书 用于生活 明显这题 太不现实了 是吧 所以答案值得商榷 但是方法 平均速度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它的方法 什么情况下 平均速度 当于速度的平均数呢 一定是在 时间 受用 相同的前提之下 千万记清楚 找我 好 好了 感谢观看